7点27分我们继续来关注特大电信诈骗案 4月13号7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从非洲肯尼亚压戒回国 这7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5人来自我国台湾地区 那么嫌犯是利用怎样的手段来实施诈骗的呢 昨天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办案民警还有犯罪嫌疑人 办案民警介绍 这次从肯尼亚压戒回国的7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分属两个诈骗团伙 其中一个以医保为幌子 冒充公检法人员对大陆居民疯狂进行诈骗 受害人的选择上他们是怎么操作 受害人的话是老板提供一个坐机的号码的号软 这个号软不固定针对大陆哪个地区 然后由电脑手负责操作 把这个通过电脑的固定程序发送到这个受害者的坐机电话上 受害者如果听到这个坐机电话响之后 接听不管就是按这个坐机电话哪个按键 都可以回播到这个诈骗团伙当中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每次拨打的电话号码可能有上万个 这其中一旦有受害人接听 并相信了语音中所说的 您的医保卡有问题等说辞 并根据语音提示按了某个号码进行查询 就开始与诈骗团伙接触上了 此时等待受害人的就是一个骗子精心涉及的陷阱 首先接听电话的是诈骗团伙的一线人员 冒充的是医保局的人 如果受害人上当继续接听电话就会转接到诈骗团伙的二线人员 二线人员冒充的是大陆警察 此次被抓的这两个诈骗团伙 其中一个冒充的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民警 另一个冒充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 我本身是在二线冒充北京市公安局 朝阳分局行政队的警员 当时使用的名字叫做左缸 左边的左刚才的缸 那一般接到电话 会先接受报案人的这个 他所需要提供的材料 有名字 这个身份证号 还有出身 还有地址 那接受报案以后 我们会到这个小房间里头来做一个回拨动作 民警介绍 犯罪嫌疑人所说的回拨动作 就是让受害人说一个手机号 犯罪嫌疑人会主动拨给受害人 此时受害人手机上显示的是经过改号软件处理的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大队的固定电话号码 为了获得受害人的信任 这时犯罪嫌疑人会故意让受害人拨打010114去查询 确认这个号码是正确的 受害人一旦深信不疑 骗子就会要求受害人讲出家中所有银行卡的卡号余额等情况 我们首先会先看他的这个账户里头金额大小 那他如果说里头的金额大小 如果这个金额大我们会就是派人跟老板说 那会转到三线这个部分 那三线就是属于金融犯罪调查科 也就是我的领导叫科长 那如果说金额小的话 我们就会以调查他的资金 要清查他的资金是否干净 那请他把这些资金转到一个账户当中来做调查 犯罪嫌疑人简某交代 受害人转钱的账户其实就是犯罪嫌疑人的 一旦上当资金就全部被骗 数额如果超过一万 二线人员就会按照要求再转给自称金融犯罪科科长的三线人员 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会要求受害人一直不要挂断电话 并且不要接听别人的电话 直到受害人转账成功 采访当中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当中部分台湾犯罪嫌疑人是有吸毒诈骗等犯罪前科的 而且他们在前往肯尼亚加入团伙之前呢也是明知道要去进行诈骗活动的 并且团伙内分工严格等级分明 办案民警介绍在许多电信诈骗团伙中老板和骨干都是台湾人 简某徐某所在的诈骗团伙亦是如此 老板胖财二线和三线均为台湾人 剧本及话书单也是由台湾人来编写 一线则以没什么诈骗经验的大陆人为主 老板胖财在招募人员时尤其看着那些有诈骗经验有案底的人员 千方百计网络到旗下 犯罪嫌疑人徐某就是其中之一 徐某台湾台中市人 2010年曾因诈骗罪被台中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2014年7月去的肯尼亚在诈骗团伙中 他扮演的是三线人员金融犯罪科科长的角色 然后因为他知道我在台湾有过这种行为 所以直接到肯尼亚的时候是直接担任三线的工作 那一线的部分是没有接触过 比较没有接触过的人是安排在一线 那我是直接跳过一线二线 更高的层级直接担任三线 犯罪嫌疑人简某台湾桃园市人 2014年10月到的肯尼亚 在台湾有西贩毒前科是台湾警方追逃人员 在电信诈骗犯罪团伙中他充当的是二线人员 冒充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本身我在做这个诈骗工作之前知道是要做诈骗 那我当时也是答应了去做这个诈骗的工作 来诈骗大陆的老百姓 犯罪嫌疑人简某交代 诈骗团伙里有详细的诈骗话术单 每个新成员加入时都要先学习背熟诈骗话术 实施诈骗时严格按照话术单进行 新加入的团伙成员只能从最低级的一线人员 也就是接线员做起 然后根据诈骗业绩和伎俩的熟练程度逐步升级 层级之间分工严格 一线二线诈骗人员不能靠近 更绝不允许擅自进入三线诈骗人员的工作房间 目的是团伙头目要确保最后诈骗资金的安全 犯罪嫌疑人交代团伙内一线人员 也就是最底层的诈骗人员基本都是大陆人员 团伙的二线三线高层人员和幕后老板主要是台湾人 不同层级的人对诈骗所得的提成也不同 薪水区别是一线冒充医保局是6% 6% 二线是分前后 前面是4% 二线后是5% 那我负责冒充三线金融犯罪科科长是8% 另一据介绍老板胖财为拉人入伙赢得幸福 一般会提前支付一笔薪酬并许诺给予高薪 然而在诈骗犯罪得手后 胖财总是以各种理由巨发工资 在警方问讯过程中几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针对大陆居民实施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 本身现在知道这个诈骗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那也会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你要对大陆同伴说些什么 这个大陆的老百姓们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真的是很对不起 那以后我会改过这些 那针对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大陆 本台记者也就此专访了多位法学专家 从法律角度诠释了遣返的合法合理性 4月13号上午67名在肯尼亚对大陆居民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大陆 加上本月9号被遣返回大陆居民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其中45人是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 犯罪只要按照属地管辖原则 犯罪发生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就认为是在我国境内犯罪 我们刑法就可以管辖 那我们知道电信诈骗涉涉及到的这个环节里面 至少比如说他要实施这个欺骗的这个行为 那么这个欺骗的行为要传达到大陆 大陆的人这个大陆的被害人上当受骗 上当受骗以后他要通过其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手段 转账支付或者要存入一定的这个款项等等 那么这些在肯尼亚实施这个欺骗的行为 跟这个被害人在这边被欺骗之后 这个进行支付的这些行为都是属于整个犯罪行为 整个电信诈骗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环节 犯罪地它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 也包括犯罪结果发生地 那么针对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 或者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 这个犯罪地还包括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 也包括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所以说中国大陆它有受害管辖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属地管辖权有明确规定 我国法律以地域管辖为主 坚持属地管辖原则 犯罪发生地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地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就有管辖权 那么管辖权还有国际法的依据 联合国大会曾经在2000年11月第55届年代 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那么根据这个公约 这种电信诈骗行为属于跨国有组织犯罪 根据公约的第15条 中国对这种犯罪有管辖权 那么中国是在2003年9月23日批准了这个公约 那么肯尼亚是在2004年6月16日批准了这个公约 所以中国和肯尼亚都是联合国这个公约的成员国 所以这一次把这些犯罪嫌疑人从肯尼亚 把他押回中国是有充分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依据的 台湾的法律专家针对本案也明确表示 将台湾地区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大陆合法合理 按照国际间的这个刑事司法的互助的一个原则 或者一个共识 大概会有它的优先顺序 第一个就是行为地 行为地你说打电话那个地方 是叫做肯尼亚 那售化的地点 因为他们在现场所收集到的这些 这个电信机房里面的一些记录 都是打到大陆去的 所以大陆的当然有司法管辖权 然后再接下来第二种标准叫做结果地 结果论 结果犯罪的结果谁受害 被害人 因为被害人在一个刑案里面 它是叫做证人 那他才能够举出他犯罪事实的这种证据 所以证人 证人都在中国大陆 在这个结果上面来讲 他们也是有优先的 在被遣返回大陆的7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中 有一部分人经肯尼亚执法部门审查 并被指控涉及无罩经营电信业 无罩使用电无线电信设备 以及组织犯罪等罪名遭到起诉 后被判无罪后驱逐出境 由于电信诈骗受害人是大陆居民 按照国际刑事诉讼属地管辖原则 大陆拥有司法管辖权 有权将相关嫌疑人在大陆起诉判刑 肯尼亚将涉案嫌疑人遣返大陆 完全符合司法程序 这些嫌疑人被遣返后 又该怎样适用法律呢 凡是在国外犯罪 按照我国刑法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那么即便经过外国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依然可以对它进行这个审判 可以进行这个 可以行使这个司法管辖权 当然如果在这个国外 已经接受过刑法处罚的 那么我们在良情的时候 可以对它适当的这个免除 或者减轻处罚 近年来针对大陆民众的 电信诈骗呈现高发的态势 给民众的财产安全 和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带来极大的威胁和损害 两岸警方在打击犯罪 追赃追逃等方面通过合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此类犯罪 仍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根据2009年两岸签订的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协议 两岸双方同意着重打击 侵占 背信 诈骗 洗钱 伪造或变造货币 及有价证券等经济犯罪 7年以来 大陆公安机关 与台湾警方紧密协作 持续打击跨国跨两岸 电信诈骗犯罪 取得积极成果 据公安部统计 双方联手赴东南亚国家 开展了47次警务执法合作 共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7700余名 其中台湾犯罪嫌疑人 4600余名 捣毁境外犯罪窝点500余处 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1万余起 由于两岸对犯罪嫌疑人 分开处理 很多作案累累的 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未得到应有惩处 犯罪赃款也迟迟不能追缴 随着跨境结算业务的发展 大陆银行卡 可在境外进行转取款 每年约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 电信诈骗犯罪赃款 被骗子从大陆卷到台湾 我公安机关 虽采取各种措施追赃 但至今仅从台湾追缴回 20.7万元人民币 赃款绝大部分 被台湾犯罪嫌疑人转移挥霍 同时 不少台湾犯罪嫌疑人 刚被押解回台 就被当即释放 有的过了不久 就再次在国外开设 诈骗犯罪窝点继续作案 这使得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骨干的 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屡禁不绝 给大陆民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得不到有效保护 有关专家表示 在继续打击跨境电信诈骗活动过程中 两岸相关部门还需进一步履顺 在犯罪防控 取证抓捕 诉讼程序 追赃追讨等方面的 衔接协调和配合机制 进一步深化司法协助 共同打击犯罪 才能有效打击和遏制 此类电信诈骗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两岸在这方面的合作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就是在罪赃移交方面 一些更细的一些机制 具体的措施 还有待进一步去完善 因为两岸斯大葫芦协议 它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那么一些具体的做法 还需要细化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处理这个罪赃移交问题 也更好地保护 广大被害人的 这种合法的权益